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星環,回來收看我們的模組生存啦 然後我們上一集呢,應該說上一上集 我們完成了我們的中期挖礦機3.0之後呢 我們重啟了我們的Thorin Reactor 然後雖然說我們知道這個Thorin Reactor應該很安全不會爆炸 但它這個絲絲身真的是非常的吵 所以我決定就用一個靜音羊毛來制裁它們一下 讓它們不要這麽的吵 就兩邊各放一個 世界就變得安靜許多了 雖然這個絲絲身算是警告聲啊 告訴你說溫度有一點高咯 但是呢我們都知道這個Thorin Reactor的設計是不會有什麽問題的 所以就不需要這個警告聲啊,太吵了 好啦,那我們在我們的燃料用光之前 我們趕緊來把後續的東西給處理完吧 因為就像上一集有說我們的燃料看起來感覺可能還是沒有辦法 支撐長期的使用 所以我們就是乾淨把我們的高壓物輪給蓋出來 那你說不能長期使用它蓋這個Reactor幹什麽 那就是以後再想辦法啦 我可能再另尋更高階的挖礦法 沒有,應該說挖礦法已經很高階了 也許是我挖礦世界不夠完美啦 就可能要再創一個更多Floride礦物的世界 好,那我們這個蓋的話呢 就直接這樣擠在這後面 我們的Chunk的話 這邊剛好一個Chunk 這邊一個Chunk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高壓渦輪的邊界是蓋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可能先放幾個方塊 當做墊角 或者是參考線 還記得我們的高壓渦輪嗎 我看看我要怎麽蓋 就是蓋多高啊 我來看一下我之前是怎麽蓋的 因為我之前的話那個高度大家都是一樣 因為我之前的話那個高度大家都是一樣 我大概是 這不是最底層嗎 這不是 最底層 地板往上一格才開始蓋最底層 我看他屁股 那是距離地板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六加一格高的地方 好 這裡 不然就來 先蓋六加一格高的地方 然後他的長的話 我們材料準備好在這邊 就是七加一 這樣子應該就夠吧 對 對 之後我們這邊還要放那個 Generator 所以就是 1 2 3 4 5 6 7 然後 2 3 4 5 6 7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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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 7 5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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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Steam Ejector 然後這個地方才開始蓋我們的Turbine 大概是這樣子 這邊的距離還是有一段距離 應該還好啦,不會浪費太多的蒸氣 好啦,所以我們還記得怎麼蓋嗎 嗯,老實說有一點點忘記要怎麼蓋了呢 可能要再把我那張舊圖給翻回來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先放這個Steam Steam Turbine Housing 我一樣把它蓋成像這個樣子 好,我的滑鼠也開始在連點了 哎呀 這個 每次一個滑鼠用不到一年就開始出問題 到底是我使用率消耗量比較高 還是說現在的滑鼠都比較不耐用呢 真的是 每次用不到一年就可以連點了 有點煩人 好,再來的話 這邊白色的繞一圈,這個是blade 這個灰色的把它 先包起來 對 對啊,這個連點的問題真的很麻煩 我發現如果有連點的話 我先大力的按幾下 那個滑鼠按鍵 看看能不能減輕那個連點狀況 然後四邊 我們先 在這個 好,沒有了 補三塊 好 然後白色的一樣先 繞一圈 可以挖掉 可以挖掉 好,那白色的長出去三塊 先用灰色的把它包起來 然後呢,一樣 先用灰色的把它包起來 基本上每一層都是灰色的 會把白色全包 好,然後再下一層 這個一樣 還是連點了 真麻煩 這個右鍵 是右鍵是開始在連點 我平常玩minecraft玩太多了 這個右鍵比較 使用率比較高 我剛剛講到哪 好,我先蓋 再像這樣子 奇怪啊 怎麼有時候都會這樣子突然點兩下 然後灰色的再把它蓋起來 然後 邊邊長出去 四個角落 邊邊長出去 四個角落 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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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倒數第二層 這個的話白邊就比較長 所以我們先把 白色的範圍蓋出來 然後白色的話 然後白色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好,然後一樣先把 它用灰色的包起來 好,然後我們再補 補 補 補哪裡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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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像不用補 對,我們把它手動更新一下 好,最後一層 如果要是四格 四 四 四格長 四格寬 然後 好像是這樣子 亮剛剛好,所以應該是這樣沒錯 好 然後包起來 然後它的邊改成五格寬 然後 沒意外的話我可能要把它打掉場況它也才會更新 好啦 所以這樣子 7層 7加1層 就完成了 7加1就是有一層是沒有那個 Turbine Core的 那我們後面就直接再蓋那個Generator吧 Turbine Generator 這是我們 不知道第幾次蓋 那我們一樣先蓋核心 3456789 那最後的話就是這個 然後 最後一個放的還是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先蓋 先蓋這個 Steam Bypass 那咧 剩下的都很單純很簡單 白色的 先把它 包起來 然後 大概像這樣子 先用黃色的 就是它的線圈 給它 蓋起來 然後可以接住Builders 1的力量 白色的邊也是一樣 然後蓋太多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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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的Turbine馬上就要被犧牲 因為這個 該死的設計 要我們這個放在最後 最後一個放 好 Turbine再放著 2 3 4 5 OK 兩個都完成了 好 最後 最後再放下我們的特色 就好了 現在預設應該是RF模式 就把它設成 輸出能量 RF 那其他裝飾都是設計我以後 有時間再慢慢用 今天的話呢就是先把這個蒸汽接上 應該是直接接就好了 應該是直接接就好了 我不曉得我需不需要用個 那個 Steam pipe 應該是不用吧 好 接上去之後呢 什麼反應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忘記接那個 潤滑油了 是不是 那潤滑油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用個特色拉就好 哎呀 最重要的潤滑油沒有接 我記得 不知道是放這邊就好 Lubricant 來了 有了 然後它才開始發電啦 一樣是 一樣是多少 一千多萬RF 現在要看就是它的蒸汽 有沒有正成長 現在差不多215多馬 有沒有漸漸降低的感覺 好像沒有明顯的降低 還是有21517 因為靠近它的蒸汽量會比較少 我們就算21500吧 然後過一段時間再回來看看 蒸汽有沒有變少 啊 這樣子我們又有 各十百千萬 一千 一千多萬RF 發電量 只是我們現在消耗的電量 沒有這麼多就是了 所以我們 這個電 假設如果沒有玩IC2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做UU物質 的那個製造 可惜我們現在還沒有碰IC2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碰IC2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有說好了 我們接下來 想要玩一下 Chromaticraft 所以其他工業的東西 可能就是休息一陣子在說啦 好 那我最後還是把這個裝飾 給它擺上去啦 基本上就是跟我們之前 剛才的高壓渦輪 一模一樣的裝飾 就用這個簡單的烹場方塊 給它包起來 才不會看起來像懸空 或直接裸露的感覺啦 那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我可以看一下 現在的發電量 沒有錯 就是一千六百五十萬RF per tick 那我們現在的蒸汽量呢 喔來到了 二一六多 所以看出來我們的蒸汽是 正成長的 緩慢的正成長 就不要變少就好啦 漸漸變多是好事 所以我們這一套的設計 會差不多剛剛好 推動一台這個高壓渦輪 反應 反應爐 對不對 高壓渦輪啦 然後就差不多一千六百萬RF per tick 所以這邊看起來就沒有我們的事啦 因為它核廢料會持續性的回收 然後其他應該都差不多 唯一需要擔心的就是我們的那個 Florite的燃料 夠不夠 那我們先去看一下我們現在燃料剩多少啊 感覺可能已經剩很少了 Florite 一萬一千多 上一集看好像 就比這個多嘛 所以它還是漸漸變少 我們來去挖礦世界來看一下 還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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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過去看看 現在挖到哪了 這裡是一千兩百格 所以 距離我們上一集也才過了一千兩百格 還沒有說很遠啊 可能因爲我伺服器都沒有開很久 我伺服器大概 我拍片時間 加 加線下時間大概 一個禮拜也才跑一兩個小時 或兩三個小時 所以這一千多格就是它 這兩三個小時挖掘的成果 如果你是24小時伺服器的話 它現在早就破幾萬去了吧 但是 這個 有沒有24小時開著並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這個 礦物每秒鐘的產量 如果我們每秒鐘礦物產量 趕不上 核電的消耗量的話 那你 挖再遠都沒有用啦 所以感覺上我們這個 挖礦世界的Thorite的生成量 還不足以支撐 亦或者是我們 不只要蓋一套 我可能要蓋兩套 其實也可以啦 因爲看起來這個挖礦金 並不會消耗太多伺服器的支援 只有FH TPS 我們現在總TPS也才23 我們玩了這麽久 TPS才20幾而已 雖然只有我一個人在玩 但我相信有一些玩家 他自己玩的話 應該玩不了幾集就破五十了吧 其實跟 遊玩的風格有關 有些人可能玩的話就會 不計一切後果 就拚命的蓋 拚命的放 然後管線沒有做最佳化射擊 反正就是 蓋了就好 我有時候會比較在意一些 效能上的問題 就不希望太吃伺服器之人 好啦所以 解決方法有兩個 一個就是再多蓋一台這個 終極挖礦機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再重新設計一個新的挖礦世界 看有什麽方法可以讓這個 礦物的生成量更多 因爲我之前沒有考慮太多 就直接創了這個世界 我們 也許在塞入卡片的時候 不知道它能不能多塞幾張 這個Thoride的卡片 重複塞的話 會不會讓它的礦物生成量更多呢 亦或者是我們可以 再塞入那個 就是有時候漂浮在空中的圓球 礦物球啦 或者是那個Temporary 就是那個 鑽來鑽去的巨大物體 然後那些你都可以指定Material 你都把它設成Thoride 這樣你在空中也會漂浮著各式各樣的Thoride礦 啊我的挖礦機在這樣平移的過程當中 也有機率會挖掉那些Thoride 彩虹樹 被挖掉一半 看看我們有沒有遺留什麽遺址 一看起來這個世界也會生成Chromaticraft的小地牢 之前我們就有發現過 這個Choromaticraft還蠻 蠻珍稀的一種礦 看到也可以挖一下 但在這個世界看起來並不是很珍稀 倒好多都是 有一隻馬摔下去沒摔死 真神奇 不過我覺得我這個路上看到的東西都是我以前之前自己跑偷偷看到的 沒有什麽稀奇 就是我們之前RF的這個房子也被挖走了 大概就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從這個畫面還可以看到下面的虛空獸 一個人孤零零的呆在那邊 沒有人理它 好,我再稍微往後面的地圖看了一下 也沒有什麽特別的東西 所以這個世界的景物大概就是這樣子 連我預期的巨大猴目也沒有發現 哎呀,是野生的Miku 可惜我已經有一隻了 今天這集可能比較短啦 因爲主要就是蓋那個高壓渦輪 沒有,主要原因是這個禮拜的話 有工作比較忙一點 所以要利用這個時間跟大家談一下工作的狀況好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三月的工作還是比較多 比較忙 對,要一直等到四月之後 才會稍微比較正常一點 我指的正常就是 會有比較多一點點的休假時間啦 從可能原本一個月只能修一兩天 到了四月之後一個月最多可以修到六天吧 所以希望到時候正常休假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 用Minecraft的東西 哦對,下面還有一層 我都忘了下面還有一層 我之前有一個好像忘記挖下面的 對,總而言之呢 之後會有 希望四月可以比較空閒一點 的話就可以 能夠 繼續 花更多的時間在實況上 對啦,我休假都不是去休假或幹嘛的 我都還是 繼續在用實況的東西 然後話說回來啊 最近 最近實況界似乎又有不少的風波啊 各式各樣的風波啦 我也沒以為是 單純是環境的風波 沒想到好像有其他八卦 八卦先不要談好了,先講環境 大環境就是我目前所帶的那個 聯播網嘛 不曉得他有沒有人記得 我是在一個聯播網叫Freedom嘛 最近Freedom似乎有一點點 遇到一點麻煩 當然我不曉得對我的影響大不大 我的感覺是對我的影響應該沒有很大 但是對很多奈米戶實況主來講 可能影響很深 就是Freedom的話他要被Youtube給禁掉了 然後之後可能大家都要換聯播網 能換的人就換,不換的人就會變成個體戶啦 大概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狀況就是我們Youtube終於 也要大家開始簽美國的稅務 稅務單了 那這個東西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之前Twitch就已經有叫大家填過一次了 那是直到現在的Youtube才叫大家要填 那基本上那個東西對於 台灣地區的人來講是沒差 因為你填跟不填 你最終的稅率都是30% 這是非常最高稅率啦 因為台灣地區沒有稅付優惠嘛 所以你如果不填它也是給你用最高稅額 你填了它也是給你用最高稅額 但如果你有空的話還是填一下 大概這樣 另外的話就是一些實況界的八卦 我也是最近才聽到的 至於內容的話 該怎麼說呢 我只能說不意外吧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總之就是4月之後應該有比較多的休假時間 就能繼續用實況的東西就繼續用實況 反正平常的休閒生活就是實況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這集就到這邊結束嘍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我們期待下一集再繼續嘍 希望下一集 不曉得能不能開始玩康爾曼蹄塊 那就醬子啊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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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